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智 请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观看小智的影片 那想跟小智交流翡翠的 也可以添加小智的微信或者是line 那大家就知道 我一个好兄弟阿琪 已经去到了缅甸曼德勒 确实厂上的货 那肯定是比国内要性价比较高的多了 那阿琪也会在那边直播 那现在我们得跟他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因为他也刚到没多久 这两天才到的 阿琪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啊 这边的话虽然网有点差还是可以的 哈哈 阿琪怎么样热不热那边 热是热啊 挺热的我跟你说 看到没大太阳啊 这个 我感觉没两天你都晒黑了一大节啊 是不是啊 对啊 刚过来两天 这个太阳直在现在强了 还晒黑多了 学老缅穿笼机量快一点 给他们入乡随手打个笼机 是吧 搞个老缅拖沙 啊这个对了这边就是我打算在这边开播嘛 就是那个YouTube这个事情你看一下有没有时间可以安排一下 这个我跟那个后台已经沟通过了 而且就说我们接下来再把时间确定一下就好 那你现在是在脚弯市场是吧 对这个我现在在脚弯市场还是有点人的 你可以看一下嘛 但是现在是中午了嘛 中午中午是人就少一点了 跟杰哥他们遇上了吗 在的吧 对遇上杰哥他们了 啊啊啊啊啊啊 那货多不多啊 货多不多现在目前 目前的话 那低端的货是挺多的就是高端的货的话 可能是因为最近嘛 雨季的原因 矿上开草的开采的人很少是吧 就货有点少的还是 就一些低端货还是比较多的 像高货那些他们可能就压着卖嘛 对对很多很多对他压得死嘛 嗯 反正还是那句话而且就是安全第一 好吧啊啊 这个你放心口罩我也好好戴着啊 啊他们都疼近了 对的口罩戴好 口罩戴好口罩戴好 然后就说有有合适的料子 你直接收直接拿好吧 不要不要顾忌 对合适的你只 有合适的 对对的合适的直接拿是吧 到时候那边直播间一开 应该也会有很多粉丝朋友知道吧 很多粉丝朋友 因为毕竟是在厂上嘛在缅甸嘛 那到时候 没有就是没有粉丝对撞对眼的 没关系全部放往国内就行了 行行行 有合适的料子我肯定会收的 这几天我就收点料子嘛 就是具体的看一下这些料子 因为刚过来的话 面孔比较深 很难收到那些有性价比的料子 所以收点滴滴摸摸的 打通一下那种自取的一个人脉嘛 是吧 虽然在这边的话也有些认识的人 马仔啊 矿主那些都有 但是最近你也知道 一个雨季可能没开采吧 这个 这个这边的话我也联系了很多朋友嘛 屋总那边还有 很多以前的我俩过来那些资源嘛 我也联系好了 矿主啊到时候有很多货我会收过来是吧 到时候如果这边需求量很大 我可能会把货寄到国内去卖吧 给华子博是吧 对可以的可以的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 你放手去收知道吧 有合适的你都收下来 发到国内 就是起码 就是货有性价比咱们发过来不愁卖的 就是包括同行也好 粉丝朋友也好 我们是吧 客户肯定是不缺的 其实更多的还是缺 这些好的资源好的料子 所以说你放心放开手的收 好吧 好的好的 那肯定的嘛 而且是吧 你跑那么远 是吧 性价比啊各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 肯定是ok的 是吧 所以说放放手去收 好吧 而且 好好好 那其他的也没啥了 你先去吃饭 好吧 行行 那我先去吃饭啊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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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好 吃饭去吧吃饭去吧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哎拜拜 哎 看到没 阿奇兄弟呢年纪比较小啊 这一次上去呢 其实真的很担心他的一个安全 不过还好 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算是一个也算是曼德勒的老油条了是吧 并且还有同行的一些朋友的所以说还好啊 那缅甸那边的货呢性价比绝对是足的是吧那阿奇到时候会在呃角弯市场啊现场收获并且现场直播是吧有合适的啊咱们给拿下啊没有大家觉得不合适的我们会发到国内是吧国内咱们也有这个直播间嘛啊那缅甸时间9点的话那缅甸时间9点的话换算成这个北京时间是上午的10点半左右啊每天上午10点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啊 就是阿奇主播给大家主播好吧 然后到时候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就是给咱们阿奇兄弟一些支持是吧给他聊聊天啊或者是我们一起过来看看缅甸的货到底怎么样好吧 行吧那咱们今天视频啊就先记录到这里啊那想跟小智交流翡翠的啊可以加小智的微信或者like啊那大家啊记得给小智点个赞好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啊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